这是栏目组编导遇到的最奇怪的一对夫妻 前期采访时 丈夫将我们的编导遇到了一家餐馆的包间 而妻子却只在一座住宅楼的顶层和我们见了面 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么隐秘的地方见面呢 节目现场 妻子告诉我们 她发现丈夫行为诡异 现在这位女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场上 我们掌声欢迎她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们好 来 这边吧 观众朋友们好 我想问一下你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 我跟我丈夫结婚十几年 我要想跟她离婚 你跟她谈过吗 谈过 谈过 那她的态度呢 她的态度她不同意 她现在想说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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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下慢慢说 女士 为什么会让你想到要离婚这个事呢 她有很多事情对我不重 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她的 当时一下都懵了 老子都空白了 肺都要炸了 我发现她一些行为 很多地方不正常 她那个人就是疑心太重 她就是老有个感觉 好像是我在外面找到 有女的那种 她不承认 要求我跟她拿证据 我秘密侦查了她 你秘密侦查了她 就是秘密用那个 加上那个扣扣 跟她扣了一段时间 还有很多地方 我就出现了异常